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因為最近鴻海的股價 實在跌得太慘了 那當然大家最質疑的是 接下來你的iPhone X 怎麼命月期這麼短 難道會影響它接下來公告 不管是營收也好 第四季財報也好的表現嗎 現在股價跌到這個位置 你覺得跌夠了沒有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陸陸續續在公布很多 蘋果相關概念股的因素 以PCB來講表現是不錯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大力光就不是這樣 大力光是11月見高點 所以法人大家很擔心說 鴻海你看看可能11月 12月 可能不會抱太多的期待 油的話可能要拉到明年的3月 所以股價大幅修正 但是我們在上次的時候 一樣在解鴻海的時候 當時我有提醒投資朋友 鴻海的長線買點是多少 是90 回到今天 今天的股價收盤價是93.6 換言之已經提到 我那時候講到的長線的買點 很接近了 既然能接近了 那要不要買 我讓我個人的看法 我們就要來講 為什麼我講90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要等90嗎 我覺得不會啦 不要說要等得等90 為什麼 首先這是從去年5月份 波段的低點開始往上 一個大波段的行情 我們用周線還原全值的角度來看 這一波上漲到這裡為止 122 對 如果拉回0.618 波浪理論拉回0.618 第一步獲得就在這裡 結果它就反彈了對不對 好 反彈之後再往下殺 這一條線是多少 是拉回0.5的位置 換言之 0.5的位置在這裡是多少 大概就是在90.1左右 這是第一個參考數字 第二個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跳空缺口 讓造成這一波開始指數 這個鴻海的股價往上做攻擊 這個跳空缺口的股價位置在多少 在91.1跟87.1 換言之 它也是接近了91左右 它就已經開始來 對不對 第三個 我們再從所謂的一個 等距跌幅的角度 最高點拉回到這裡 翻彈到這裡 這個的距離 跟這裡的距離 量測下來 也差不多落在是91左右 換言之 我提到的 長線買點大概是在90左右 但你不可能要買在最低點 所以我個人認為 如果說你是處於 長線投資者的角度來講 你應該要開始分批進場 換言之 今天收盤是93.6 跌破到93的時候 你可以著馬 從這個量開始買一點 92 91 90開始往下買 但是大家現在被擔心的是 它營收數字 因為馬上接下來 我們看席遠營收 看財報 接下來你覺得 至少這個位子買還算安全嗎 我個人有提到 我說它在11月的時候 可能不會是太亮眼的曾經單 尤其毛利率來講 它因為不是整體的產能力 用力沒有很高 所以毛利率不會是很好的 但這些不好的 你想這一段在跌什麼 我想大家法人早已經預期到了 而且也把它的投資平等往下掉 很重要一點 其實你會看 真正利空出來的那一天 往往股價它不會跌 因為大家都反應 大家都要等那一天 等那一天跌來買 結果發覺根本沒有跌 反而就彈上去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 往下開始要著量 可以慢慢接了 好 這個是鴻海 每一天逮到機會 我們都幫大家問一下 因為90塊能不能買 每一天都營繞不去的問題 不過剛剛廷娟其實講到了 郭董是不是正在帶領 鴻海要華麗轉身 不要再說瓶蓋鼓 現在郭董的宣誓已經在暗示你 他已經切入了特斯拉 特斯拉概念鼓 鴻海 不過今天如果 郭董要華麗轉身 我們必須在這邊說 他遇到最大的一個路障 會是什麼 電池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如果特斯拉 他帶領電動車 他是不是要電池 非特斯拉是不是也要去搶電池 那像不像是 蘋果要OLED 那非瓶也去搶OLED那個概念 所以現在電池變成 卡住了整個電動車 向前發展卡在那個地方 最大的一顆路障 從電池這個關鍵字找進去的話 台股裡面也有很多新亮點 台灣巨人你看看 他原來是在做 造紙相關的特殊化學 但是慢慢的 他開始轉到所謂 鋰電池的添加液 添加液來 如果說品質穩定的話 除了可以強化他的傳導之外 安全性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說他是一個人獨拿 把大陸前三大通通拿走之外 他的品質穩定性 也高達到99.5 所以我們看一下 你看他這一波 隨著電池大漲之後 他開始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已經修正到所謂 三角收斂的末端了 尤其我很強調有一點 就是你要看MACD 中線一定要看MACD 今天有沒有冒出一個什麼 小紅豆 我很喜歡強調就是說 當你看他修正到最後的時候 由綠一直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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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 冒出一個小紅豆代表他 所以我個人認為 從他未來在常收場的一個擴廠 來到3億 花了3億做擴廠之後 才能增加的話 這檔個股是很有機會的 除了在電解疫這塊領域之外 我們還可以去 如何去找電動車的一個 相關族群裡面找商機 因為其實我們講到Tesla 台灣供應鏈 除了今天鴻海在進行宣示之外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零件 你看中控台的面板 電源管理系統 連接線 還包含了我剛剛講的 鋰電池材料 甚至離離扣扣 非常非常多東西 除了我們剛剛講電池這一塊 如果從整體的一個車的結構當中 你還幫大家抓哪一塊 像大家都知道 Tesla概念股就是貿連合大 但是我們看到這兩檔個股 其實它在大盤修正的格局感覺 它沒有落底 為什麼 其實你看大盤最近修正的幅度很深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 建合新這檔個股 你看看大盤殺三天對不對 你看這三天它在幹嘛 1 2 3 它反而不跌 反而還在橫向真理 沒有再進行不理了 都幾乎沒有跌 換言之 它已經殺到跌無可跌的情況之下 承接的買盤相當力道 跟大盤是呈現逆勢的走陽 我們再從MACD的角度 這個KD的角度來講 它也在低檔形成 所謂低檔的交叉 隨時要往上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獲利數字 其實你去看看Q3的毛利率 跟營業盡利率 它都是呈現雙成長 代表什麼 它的動能從第三季 就已經很明顯跟以往都不一樣 所以反而在大盤在殺的時候 它不跌 這時候我們就要怎樣 開始準備彎腰剪黃金了 總是在台股不斷的幫大家找亮點 低基期 低價 還有投資價值的這些股票 不過我們還是回到今天 開場的第一個主命題 台股到底疊夠了沒有 大家不敢去預設低點 神能給一個答案了 來 我們來看到 今天在立法院 立委 盧秀燕 他也很關心 他今天就問了 就是說台股今天表現還滿弱的 國際情勢這兩天也是還滿緊張的 問出了 國安基金會不會在這個時間有動作 對 每一次在需要求救的時候 國安基金甚至要進場 互盤一下 來 我們看到 這個答詢的財政部長許玉哲他說 國安基金沒有在這個時間 萬點進場的來 我覺得他這句話講得很有Sense 子彈哪有多 我要是投資人 我說你要進場 你要救我 有沒有 過往的經驗常常 在諜視過人當中 國安基建子彈 有時候真的是打出去 沒有回鄉的 越戶搞不好還越低 那個僅丟一塊石頭 好會噗通一聲 這個錢砸下去可能都還沒有回音的 因此坦克也 我們就來看看 其實部長所言甚是 他沒說出口的是 你進場去投資股票 這一些股民 你都要有居高思維的準備 但問題是我推一步想 都已經跌了超過500點了 還需要避險嗎 對 這裡的話 其實我們剛剛跟大家 舉幾個例子來看 到底要不要避險 因為其實財政部長這一次很有Sense 他知道說 現在去點火的話還太早 為什麼 因為現在法人會出給你 因為外資還在賣 所以其實真正點火是什麼 外資不賣了 投信不賣了 內資都不賣了 市場史極的時候他點火下去 然後一呼百應這樣才有用 不然的話其實反彈 只是變成被外資盜貨 這樣質詢會罵得更難聽 所以為什麼還要避險 我們舉幾個例子 今天盤面上其實有一些股票 還在往下探 那我們來看 為什麼跌500點 在這裡你還要避險 我們舉兩檔股票當例子 這張股票是累載版的緊縮 一開始因為這一次就是傳出來說 蘋果的iPhone X是用累載版 算是滿早之前就被傳出來說 我是供應鏈的議員 可是你看發現 當iPhone X公佈之後 他股價先跌 為什麼 因為iPhone X要延遲 會比較晚發表 所以他股價先跌 然後後來說可能會好一點 可能 大家記住 這兩個月的時間他打了一個底 所以從87.9跌到69.2 這低點就沒有再破了 對 打了一個底 你的感覺好像要攻擊 因為拉了一個短底出來 緊線在這裡好像要攻擊 但是我們往下看 原來這裡不是底部 是一個腰部 他又從60幾塊跌到50幾塊 今天還在破底 對 今天還在探低 另外一個案例就GIS 觸控貼合的 大家想他第三季也是大漲 現在變成你看發現 從第四季之後 從379跌到261.5 好像也跌了一段 大家也在算 側服滿座 而且重點你看 ABC它跌了兩段了 然後看起來有短底的跡象 結果我們往下看 這裡又是腰部 又再往下 所以其實 這裡不賣一叉叉60塊 對 又一叉叉60塊 所以為什麼這裡 我們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確定這是底部 底部是什麼 底部是漲了300點之後才知道 原來過去300點那裡是底部 所以一般沒有人會知道的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講說 避險是什麼 就是大家手上 可能有陷骨的部位 我們該怎麼樣處理 讓自己的風險小一點 或是說虧損 可以被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剛剛其實前面來賓 有提到過大盤 我們舉一個案例就好 因為其實大盤 每次的彈升的時候 在掌聲的過程之中 KD其實是有收斂 然後再往上 收斂再往上 這裡其實還沒有收斂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先等待 大家先可能聽看聽的觀察 到底會跌到哪裡 其實今天討論最熱烈的就是年限 一萬零一百四十五點 你先看年限嗎 這邊還有兩個地點 差不多一萬零兩百點 兩個前低也是有機會 我們只能說這個盤 其實今天這種算是在掙扎 還沒有完全落底的現象 落底很簡單 我們剛剛提到 回來看才知道 當大盤三到五天不再建低點 你就可以回來看說 原來那個點是短期的 一個底部的位置 否則的話 其實大家還是有點風險的意識在 所以說我們意思是說 你的齒骨部位要被保護 因為投資人 對 因為好 我們現在要講 這個坦克講到一個重點 你的齒骨部位是不是要被保護 尤其大盤已經殺下來了 這個時間 其實你並不曉得底在哪裡 底是後面你拉出來看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這地方是底部 原來這地方只是腰部而已 他剛才就先嚇了大家了 你以為現在盤已經盤好要上去了 結果吃腰 對 所以你現在如果要做持股部位 來進行避險的話 坦克你會建議大家怎麼做 因為說實在話 投資人手上假設我有100萬的部位 我手上有一缸子的股票 那接下來我要用什麼樣的工具 來進行避險 因為說到避險的工具其實很多 你可以做期貨 選擇權 甚至你之前常常在大家認識的權證 如果我們要講不避險部位 你會怎麼分配 對 部位的話 其實因為大家每一個人持股不一樣 有的股票可能是賺錢 有的是強勢 有的股票可能是相對弱勢的股票 在這個裡面其實我們幫大家講 剛剛廷娟提到一個重點 100萬 就是你的股票多少市值加起來 大概我們以100萬來蓋股的話 其實我這邊比較建議大家 其實用選擇權就好 因為選擇權其實是一種槓桿倍數 大一點 然後有一點時間的壓力 但是它的好處是 真的避險出來的效果 真的還不錯 那等一下 因為之前大家會認為說 我應該要用權證 權證不是一腳博大嗎 我是不是用可以比較小的金額 我去放在權證部位上 為什麼你會反而選擇用選擇權 第一個 權證是一個個股化的商品 如果說 當然家權指數也有權證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昨天這個跌了172點 權證的漲幅是用幾十%來算 但是選擇權是用幾倍來算 金額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樣選擇 當然是用槓桿比較大的 讓你效率比較明顯 所以你才挑選擇權 對 選擇權 而且選擇權的好處是 因為權證有些個股沒有權證 大盤的話其實 權證反應並不會那麼大 所以這裡我們用選擇權的方式 來做一個保護部位 可能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選擇權簡單說它是一種權利 它是每個月結算 所以它有一點點的一個時間性 有時間下去的 你可能買下去的權利金 因為我們都當買方 它比較簡單 那就是買權跟賣權 那賣權簡單來說 我們舉這個例子 昨天的案例 台子期的選擇權 12月的月選擇權裡面 10400點的賣權 看空大盤 對 看空大盤 然後你有一個10400點 賣出的權利在昨天 因為12月是在12月20號 才最後交易日 所以還有一點時間 所以它有一點時間價值 好 我們簡單來講 因為這個可能有點複雜 我們講最實務的 到底能夠保護大家多少的部位 我們就拿100萬持股的部位來算 假設100萬昨天 當然昨天跌1.6% 可是你的股票 如果你是熱門股的話 災情比較慘重一些 我們假設跌5% 這個你可能100萬部位會虧損 賬面虧損5萬塊 一天 對 五天 一天 可是我們來看 昨天在選擇權的部分 10400點的賣權 賣出的權利 當時早盤只有42點 什麼意思 1點是50塊的價值 你一口的話 因為單位是口 一口是2100塊的價值 收盤的話 我們來看收盤 先看收盤 這比較有感覺 收盤是114點 42點變到114點 變多少錢 5500塊 就等於這個就是倍了 倍了 所以說保護的效果就是有倍 我們用選擇權來保護 昨天的食物會怎麼樣 我們來看 一口是這個 2100 你買10口是2100 這2萬怎麼來 其實我們簡單講 一般來說我們100萬的部位 你忍耐多少程度 假如說忍耐1% 2% 算是你真的沒有辦法承受的話 我們就假設你用2%的部位 大概2萬塊來進行避險 所以你就算大概10口左右 10口大概剛好2萬 經過12月6號 昨天的大跌之後 這個賣權變成多少 變成5500 等於你10口變成5萬5 沒錯 我剛剛提前 已經幫大家解說 所以其實你的避險的價值 你花了2萬1 它變成5萬5 然後你的價值是增加了 3萬4千塊 所以因為這是5萬5 減掉你的成本2萬1 增加了3萬4 這代表什麼 你實際上的損失 這邊原本是虧5萬 拉過來看 你也3萬4的避險增加 反而幫你的虧損補回來一點 對 所以這就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原本 如果你什麼避險 都沒有來做的話 你有可能我們以一個 非常粗略的數字 跌5%來看 虧損是5萬塊 可是你如果用1%的一個金額 去在選擇權進行避險 光昨天2%左右的金額 2萬塊左右的金額 結果你的實際損失 本來是虧5萬 結果現在 剩1萬6 對 就是你的部位 就被保護掉了 用選擇權來保護你的部位 所以這裡其實還是有一點 避險的策略 用小一點點的金額 但是張大盤真的有一些大波動 像昨天跌172點的時候 你的金額就會有一點 補回來的效應 所以接下來該怎麼做 我們來看 因為我剛剛出國 選擇權是一個 每個月結算的商品 所以現在的話 還是要佈局12月 最後交易是12月20號 這裡其實我們回到剛剛的位置 年限在多少 1萬0 145點 會不會跌破 不知道 事後才會看出來 但是這裡 因為這一次跌得非常快 我們來看 為什麼所有的線 這一次季線跟半年線都跌很快 很快就跌破 一下就刷過去 所以參考意義不大 所以我們假設年限 它是一個基本部位的話 我們該怎麼建立 年限在哪裡 1萬0 145點 所以這裡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先選 這個是還沒有跌破年限的位置 1萬0 200點 簡單說到12月20號之前 到12月20號那一天 如果它沒有跌破1萬0 200點的話 就歸零 就是你的錢就會泡湯 其實你用選擇權來做 你還是要有一個風險意識 它是有可能歸零的 對 歸零的風險 但是就剛剛提到 這歸零你想回來 它就在股票的現貨部位 也沒有賺那麼多 你甚至賺的 它如果漲上去沒有跌到 1萬0 200點 剛剛的例子 1萬0 400點的話 其實你的限誤又會賺錢 所以一來一回的過程 這個是1萬0 100點的賣權 選擇權 這個是破年限 這是年限上方 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們也在說就是 兩種賣出的權利 各差100點 我們來看 這個是46點 這個是29點 就它的價值 假設你是保守者 你大概買的是5口 一樣100萬的部位 這邊我們分兩個 一個是保守的怎麼做 機器的怎麼做 你保守的你可能 你只能承受1% 甚至是一點點 100萬就拿1萬塊出來 1萬1500塊 這個46點的部位 你這一來一回的過程 你最大的成本 就是1萬1500塊 大盤如果跌破了 1萬0 200點的時候 這個部分就會有一些報酬出現 然後來彌補 我們手上部位的一些虧損 如果說你比較積極的話 你可以4口 1萬0 200點 4口1萬0 100點 分配一下 分配布局之後 其實這個代表什麼 這是我們在鎖 鎖一個利潤 因為有可能它跌到多少 10 150對不對 你跌到10 150的話 這個會歸零 但是這個會讓你賺錢 所以你發一來一回的過程 這個大概花1萬5 大概是你的資金 100萬的1.5% 然後這兩個部分 其實只要大盤有一個波動 有時候盤中的交易 的數值會更大 就像剛剛提到的這個案例 盤中一個波動就上去了 這樣子的話其實倍數 對 所以在這裡 如果有倍數的可能性的話 大家想你大盤如果真的跌到 1萬0 200點的時候 這個往上只要1倍就好 1倍的空間 其實大概就有2萬多塊 幫大家虧損可以彌補 你才花1萬塊的多一點點 來保護你100萬的部位 因為100萬跌2% 就是2萬不見 然後這邊就有機會 幫你補一點回來 用這樣的概念 其實選擇權 幫大家做一個避險的效應 其實滿好的 好 接下來我們要特別看一下 因為包含了外資 他們也老早就在佈局避險的部位 希望幫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其實最近 在大盤很弱的過程當中 哪一塊族群最亮麗呢 說實在話是反向的ETF 我們之前就提醒大家 外資老早在反向ETF 開始做了比較大幅度的佈局 我們常說壓一點點 這可能是買一個保險 但是它壓很大的部位 就是賭一個方向 所以現在投資人在反向ETF當中 其實不是只有外資買那一檔 非常多檔的反向ETF該怎麼挑 剛剛坦哥有提到 如果說要做避險的話 其實工具還蠻多的 但是如果你要操作選擇權的話 你必須要有開期貨帳戶 必須要開期貨帳戶 那有的投資朋友 他可能只有股票的現貨帳戶 那你可能就沒有辦法用期貨 或用選擇權來避險 那這時候你可以運用的 就是反向的ETF 反向的ETF 那目前成交量最大 也最早掛牌的是這個00632R的 這個元大台灣50反1 對 很多外資也買這個 對 很多外資也買這個 那當然其實它的一個波動 因為它掛牌時間比較久 成交也大 所以它相對的波動率是比較小 但是有這個後來比較發顯的 這個00676R 富邦台灣加權反1的部分 它的一個波動 似乎就來得稍微有大一點 表現還不錯 那我覺得其實從它一路掛牌 因為之前台股都是大多頭 所以它就是一路跌跌跌跌跌 跌很深 然後在最近似乎 有外資它提前在一個 相對比較低的位置 其實如果我們照技術面來看的話 前面它這邊還在破底 可是它在這裡就開始買 那是不是有部分的外資 也在之前這個可能大盤 漲很多的過程裡面 它有一點開始有 這個風險的一個意識 開始著量去做一些 反向ETF覆蓄 那如果說從這個觀察點來看 第一個你可以買ETF 來做一個避險的動作 再來其二 如果說它之前買的這個 要是否要想要來看 一旦 就是這樣 有多危險的 可以是從這個臉上 一個人在這兒 然後再現身的 就要來看 一旦 有多危險 是 是